让我们无可取代 要么与众不同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迷社俱乐部 我是曹瑞 与你一起分享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黑白50%浓度的灰 金属 荧光灯 以及大理石地板 冷色调加上没有温度的装潢风格 让人感觉到一种疏离感 但这种简洁又不失风格的风格 却不会让人反感 反而会感觉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 这便是Tom Brown 熟悉设计师Tom Brown的人都知道 无论是秀场上的造型 还是门店中的陈列 它的设计都偏向于与灰色挂钩 从一种灰色出发 诞生出近千色的灰色 由此延伸出的神秘怪诞 就成了这个品牌时装的精神骨架 西装是Tom Brown的故事的开端 Brown起初在圣母大学公主山河 1997年前往纽约从事时装行业 曾经成为Armani的推销员 后来被Rav Lauren公司旗下品牌 Club Monaco将中 邀请他领导其创意开发团队 2001年他离开了摩纳哥俱乐部 并以5件定制西装 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Brown在早期与设计师哈迪格住在一起 受到哈迪格对老式服装 进行实验的启发 Brown决定将旧衣服 放进烘干机以使其收缩 只是为了看看他们的效果如何 缩水之后的西装上升之后 反而更加修身优雅 足以突破传统西装设计的界限 充当了当今标志性的 Tom Brown谨身西服的原型 Tom设计的西装采用传统海军羊毛 和比例缩小的灰色法兰绒 灵感加多来自20世纪中叶的经典美国风格 并结合了学院派的细节 例如罗断、世边和露出脚踝的裤子 Tom设计的西装裤长在脚踝上4寸左右 上装的袖口短到可以将衬衫露出3寸 领带的底部也要塞进裤子里 针织衫和外套的最后一粒扣永远是打开的 Tom Brown品牌西装以碳灰色著称 搭配着相同布料裁剪的领带 再用银色领带夹、白色衬衫、黑色皮鞋 来完成全新的搭配 Tom Brown男装以精细的做工 考究的剪裁和初衛的剪裁设计 挑战着古板的传统男装 让每天都要穿正装的商务人士有了一个更自然、放松、时髦、个性的新选择 对于许多有身份的都市绅士来说 Tom Brown的西装已经成为了一种制服 Brown说成为制服没有什么不好 当人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 反而更容易从面孔和气质中发现每个人的独特性 如果你曾干过Tom Brown的秀场 你一定会被这位设计师填马行空的想象力 和看似荒诞却发人深省的设计风格深深折服 2011年 Brown推出他首个女士成衣全系列 与他的男装一样 该系列重新诠释了经典的风格 并加入了前卫的略有颠覆性的细节 Brown说真实的世界有时候很无聊 在我的时装秀上 我希望人们可以至少有20分钟的时间逃离现实 在Tom Brown的2021年秋季系列中 成衣轮廓变得更加严格 更局限 更正式 Brown将打着黑色领带的西装正装 与运动服融合在了一起 奥运会 单色 形式主义伪装下的体育运动 但是他并没有像装饰风格的春季系列那样放松轮廓 而是系上了紧身胸衣 把裙子扇形展开 将夹克缩小 叠穿在宽大的羊毛披肩和法兰绒衬衫上 Tom Brown秋季系列的灵感 来自于滑雪者在山上比赛时 在悬面留下的线条 Brown专门邀请了前美国奥运选手 林赛奥恩参与拍摄 Tom Brown秋季collection黑白时装电影 在西装风运动服上 蝶穿挂有巨大蝴蝶结的金色低胸礼服 影片中的那些滑雪头盔和圆形面罩下面 是模糊性别的模特 Brown坚持认为性别同时尚倾向无关 他正在为每一个人做漂亮衣服 要么无可取代 要么与众不同 欢迎订阅林赛俱乐部 下期见